小虎 又喝锅里面的水 你看小虎又喝锅里面的水 现在小虎也喝二虎也喝 喝就喝了 再看看小南瓜的表情 小南瓜你干什么 又想吃东西呀 很想吃啊 回来一直看着你 那我还是先喂他吃东西吧 哎呀 来 嗯 你自己吃我不给他们吃了 吃快点 大家好我是杰少 刚才呢我们去超市又买了一些菜 也不知道还去了菜市场呢 还去了菜市场 买了这个油卖菜 有卖菜好便宜哦 这一颗才一两一块二毛六 哈哈 大家看我们又买了糯米 还有鸡腿 昨晚才吃了 还有这个姜 哇这姜好贵啊 我本来是不想买的 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这道菜 一定要用到这个姜 而且还用蛮多的 对啊所以就必须得买了 你们看一下 这一块姜花了多少钱 八块六毛八 这么一点点 跟着三个大鸡腿都差不多了 三个大鸡腿才花了十块六毛三 天哪 那个姜好像十二块一斤是吗 十一块多差不多十二块 之前的话都是四块多五块钱 我们都觉得贵现在十一块多 贵了真的 主要是夏季 因为夏季的话姜比较少 所以贵了 那种小黄姜都很贵了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做到 到的这一道菜的话 就必须要用了 所以就买了 没办法了 还有又买了这个 牛奶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做的那个珍珠 还没吃完 还冰冻在冰箱里面 对 以后出去看到西瓜便宜 又买了一个西瓜 就是上次买那个嘛 七块五 九毛九一斤的 对 还挺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 最好的颜色买了这个吧 哦这把刀 这个在外面不好拍就没有拍 这把刀花了二十五块钱 我们现在有四五把刀 在那里没有一把好用的 对 切东西好难切 没有它不锋利 还有是有缺口 嗯 已经烂了主要是 用的时间长了 我们也用那个磨刀石磨过 但是还是用不了 我发现我们买的没有一把刀是好的 可能是买的太便宜了 但是它这个就是这种价格 在外面啊 它也没有贵一点的 这么大的一把刀二十五块钱 对啊 蛮重的哦 好重的 它说保证不生锈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很难保证 去年我们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跟那个龙亚人买过一把 也是二十五块钱 嗯 很好用 但是很容易 它那个口啊 刀口很容易掉烂 对 就那个铁不知道什么铁 反正用了一年左右 然后就用不了了 对啊 我们也是人了 但是那把刀比这把刀要轻哦 感觉这把比较好 好啦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买这些来做这个菜 还有糯米的 对啊 还有糯米呢 我给大家读一个留言 这个留言是 一位叫做林世子的网友 也也算是我们的朋友了哦 对啊 他经常来留言 他说 台湾生男孩会准备油饭 女孩是准备蛋糕 送亲朋好友 分享喜悦 接受晋级到台湾的传统美食了 嗯 厉害油饭也有很 哦 不是 天哪 你又不再记得我发现 我重新念一次吧 接受晋级到台湾的传统美食了 厉害 停 油饭也有很多种口味 接受 接受下次可以试煮麻油鸡油饭 麻油鸡油饭 嗯 其实他这个留言已经很久了 好像是两个月前吧 是不是我们之前做那个 那个油饭 哦 油饭的时候是吗 对 然后我截图保存下来 然后今天我想吃了 我们现在去买这些食材回来做哦 对啊 反正真的很感谢大家的留言 提供给我们各种美食吧 我们也想尝试 所以我们就买了鸡腿啊 姜啊 还有糯米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做吗 嗯 把珍珠奶茶煮吧 先煮这个珍珠奶茶哦 对啊 不能浪费了里面 对啊 看看怎么样红不红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的 不过这一个皮好像比上次那个要厚一点 我觉得蛮厚的哦 这皮哦 嗯 还可以吧 我感觉比上次那个甜 嗯 这可能上次是那一批货吧 只是放久了就甜了吧 有可能 蛮甜的哦 嗯 嗯 好甜哦 对啊 倒进去玩去了哦 嗯 嗯 放点红糖来煮 红糖珍珠奶茶 嗯 这个刀上面写的越南各干刀哎 这是越南刀啊 哦 我们这个菜板也是 也是越南哦 对啊 就是那个什么木来的 谢木 对 然后很很硬的 真的 看它怎么样 试一下 哇 好锋利啊 这是星岛 嗯 要用一段时间以后才 但我感觉刚才我拿一下手感还蛮好的 很重 确实不错 目前来说 可以了 先倒到这个杯子 然后放到冰箱去啊 嗯 我以为是长 放得完吗 不知道哎 会不会再太多 我看一下 好像不多 珍珠包 茶水 倒完去吗 不用倒完吧好像 不用倒完吧 可以了啊 还有牛奶 牛奶还没开 这次买就是全纸牛奶了 买的是全纸的 全纸比较香 上次不是那个图纸的吗 一点都不像 哇 看起来好漂亮哦 真的 牛奶一半就好了吧 嗯 嗯 先搅拌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勺子 我拿勺 就是里面的勺子啊 啊 在那里啊 在那里 哎 你刚才自己放那里了 哦 哇 下面很漂亮啊 真的很像 哎我感觉再加一点茶吧 嗯 还不像 不够像 再加点茶就像了 真的很像奶茶咯 本来又是奶茶 很像 哇好香啊 我们先煎一下鸡肉 有很多姜 好像 对啊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咱们看别人都是这样做的啊 对啊 煎一下 半熟了 也是切成块状 嗯 杏道真的比较好用 对啊 锋利 嗯 姜片 你要把这个姜片给煎了 加一点哦 嗯 香菇 鸡肉 香菇水 蚝油 酱油 酱油 黑麻油 米酒 牛葱酥 可以了吧 糯米饭 一半都煮焦了 一半都煮焦了 感觉是不是米爽 好像是 有点湿 就是要湿一点的呀 对呀 可以了 还蛮香的 嗯 嗯 哇 好想吃的现在 吃啊 平饭了 嗯 好吃 很入味 嗯 刚才我还担心这个饭是不是少了 没少刚好合适 对 蛮好吃啊 嗯 麻油鸡饭 这麻油是不是可以多放一点 应该是可以多放一点 感觉还不是特别的香那个麻油 嗯 这很入味的了哦 是啊 就麻油的话可能可以再多放一点 上次我们煮那个是什么来的 哦这个差不多那个 油饭 哦油饭 嗯 这个是麻油鸡饭 好像差不多 就是就是上次是猪肉是吗 好像是吧 嗯 留言说这个是升级版 嗯 升级版 嗯 还有麻油鸭饭都可以 哦 嗯 就是这个 饭我们好像煮的有点 干哦 也不是干吧 是下面 有锅巴了 因为可能我们饭 只煮了两勺 然后它就少一点 它可能底下很容易干 然后底下就干 然后它很久还没煮烧 嗯 可能煮多一点的话它就不会这样 但是也还可以 嗯 所以刚才 说水放多一点 然后再闷一会就是这样子 不过还是硬的 嗯 因为它已经是焦了 嗯 这个油葱酥还可以多放一点 刚才闻的很香了的 但是好像煮了以后 那个油葱酥的香味就没那么浓了 刚才我多放一点 你不是说可以的可以的 嗯 看起来蛮多的嘛 嗯 其实我看到他们做的时候 是拿那个新鲜的那个红葱 红葱葱回来自己油炸 哦 反正这个也是一样嘛 嗯 这已经是制作好了嘛 我觉得它有那个鸡皮的时候就特别好吃 带点那个鸡皮 然后就一口咬进去啊 嗯 特别的香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先煎过一次 嗯 有香 对啊 香的话太贵了 以后我就 放了一小块 没有放那么多 哎贵了真的吗 不过幸好我们平时用姜不多 不要傻 但是在台湾好像看到他们平时用姜好多 我感觉好像是 对因为我们做过几款台湾的菜哦 都是用姜 都用姜很多 很多 姜母鸭哦 嗯 还有麻油鸡是吗 还有那个什么卤肉饭 姜用的也多 对 卤肉饭用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葱酥 嗯 我们平时姜是拿来去腥而已 嗯 就放一点点 嗯 我们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 准不准确吧 正不正确 看是真的还挺好吃 嗯 好吃啊我觉得 嗯 这个米的话如果再软一点就好了 因为它有锅巴 对啊 米煮的不好 但平时你不是说你喜欢有口感一点的东西吗 嗯 那它也不是硬的呀 这太硬了好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本期影片的话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记得把广告也看哦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嗯 看哪看没喝呢 吃完等一下再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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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